其實這套劇是一個科幻愛情的小品 為什麼叫2月29日呢? 就是我的角色張麗莎伊莎 是2月29日出生的 每四年才有一次生日 在2017年的生日當日 我得到了一種神秘的力量 我合眼許願的時候 一瞬間就穿越時空去了四年之後的日本 你們有沒有想 譬如我也想改變未來 有沒有這些想法 你說如果穿越時空是去未來 我就寧願回到過去 你寧願回到過去 因為我是一個很念舊的人 我想回到小時候 因為我公公婆婆那些我全部沒有見過 就是很少機會可以跟他們相處 你們沒有一個好奇想去未來看看嗎? 未來看了會很嚴重的 是啊 而且我會沒有了自由意志 會覺得怎麼努力之後也是會這樣 不如現在不努力吧 會局限自己對未來的幻想 我寧願不去 去之後反而想改變 就好像我劇這樣 你會很頭痛 你們這套戲是北海道吧? 是有取景在那裡 我怕了冷的地方 拍完這套戲 因為在北海道真的很冷 但我們因為有氣服 好像現在這樣 最多多一件外套 然後就要在零 我記得有一天很冷 是零下六度 然後就在室外開始拍 他當地就說 體感溫度是零下負十度 十三度 真實的情況 我記得拍下拍下的時候 就腳是突然間開始痛 就是腳掌 然後開始疲 其實我記得我留在外面 我還躺在地上 那場戲 躺在冰裡 然後我記得應該是一個小時左右 我就發現了腳沒有感覺 然後我說 導演拍完了沒有 他說我在想著鏡頭 然後我說 不要想了 我要進入室內 因為腳沒有我的知覺 然後進去之後 就不斷敷暖包 不斷擦 然後才開始痛 那慢慢再恢復 我就更慘 因為我說對白 因為我跟劉謙有一場戲 要很激動 有些情緒戲 要拉斜在雪地上 但是剛好大風雪 然後一抹大口 一些雪飄進去 麻痺了裡面的神經線 我們兩個都說不到對白 一句對白都說不到 是 控制不到 好像臉坦了 然後一咳機 立刻用滾水浪口才行 其他的場口 會不會有什麼蝦碌 或者 哎呀 我跌了地很多次 咬柴 因為在雪地上跑 很滑 我們其實已經裝了鐵爪 但是它溶雪 然後我就 頭兩天已經咬柴了 幸好那時候是在醫院那裡拍的 即時已經是治療了 但是還有兩個星期要跑 然後就 因為很多追逐的場口 在日本 我們就 香港那些氣氛全部都是室內 或者一些民氣 反而在日本就多動作氣 我就 兩三個月做不到運動 現在都還在康復 即是左腳 左腳 對 因為我是 即時 但是又要繼續跑 有幾場戲劉謙也要拖著我 他比我更害怕 因為他滑也會滑我 一分 所以想起那些追逐也很危險